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小元 我是谢欢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直此中秋佳节之际 西雅图中文电台全体同仁 恭祝各位听众朋友中秋快乐和家团圆 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 今晚先一场夜话的题目是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我是小主播 西雅图少年说 这里是卡卡 西城美丽说 天方夜谈 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 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运唱谈 跟我学粤语 夜灵漫画和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者HDFM98.9channel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或者请下载KKNW AM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登部时间 10月2日傍晚 被送到位于马里兰州的 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 接受治疗 今天凌晨 特朗普证实他与夫人梅拉尼亚 感染了性感病毒 10月2日傍晚 美国总统特朗普专用直升机 从白宫南草坪起飞 将特朗普送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 现场视频画面显示 特朗普穿着西装 戴着口罩 自主走出白宫 在登机前 向在场人员挥手之意 但是没有发表讲话 在抵达目的地之后 他自主走下直升机 乘车进入院区 白宫新闻秘书凯利·麦克纳尼 当天下午发表声明说 特朗普虽然出现轻微的症状 但是精神状态良好 一天都在工作之中 出于谨慎考虑并遵医嘱 特朗普将在未来的几天 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总统办公室工作 白宫表示 特朗普不会移交权利 当地时间10月2号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日内瓦总部 举行新冠性病言疫情例行发布会 总干事唐德塞 再次敦促各国团结应对 抗疫努力永不维持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唐德塞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每周的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大约是20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100万例 我们为此感到悲痛 目前各国正面临大致四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 一些国家快速控制病毒 避免了爆发大规模疫情 第二 一些国家出现大规模疫情 但得到了控制 并且继续抑制该病毒 第三 一些国家虽然控制住了病毒 但由于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放松限制 导致病例又有所增加 第四 仍然有一些国家处于传播密集阶段 针对阿弥陀的制裁白俄罗斯 10月2日推出了对等的制裁名单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同日表示 根据与白俄罗斯的联盟义务 白俄罗斯的制裁名单 自动被俄方采用 此前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宣布 鉴于白俄罗斯近期的局势 欧盟从10月2日起对白俄罗斯 约40名官员实施制裁 对此 白俄罗斯外交部2日发布声明称 作为对欧盟制裁的回应 白俄罗斯自2日起 推出对等的制裁名单 根据外交惯例 该份名单不会公布 为应对重新恶化的新冠肺炎病情 自当地时间2日晚10点起 西班牙马德里市将重新实施封锁性制裁 在这一措施之下 当地民众除了去上班上课考试 履行法律义务及特殊的情况 却要待在家中 餐馆和酒吧将被要求减少5%的客流 只能提供餐桌服务 而且必须在晚上11点之前关门 商店也同样要求被减少客流 并在晚10点前关门 超过6人以上的聚会被禁止 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人场合 下面是天气日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58度 瑟氏14度 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5度 瑟氏18度 最低气温华氏57度 瑟氏14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 晚上9点07分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把中国新闻 10月1日 洛杨基亚裔团体罕见联手 呼应全球10月1日联合抵制中共行动 他们抗议中共强势碾压人权 呼吁抵制中国 现在自由 要求把自由还给所有受中共钳制和打压的群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 包括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洛杉矶分会 洛杉矶维吾尔人组织 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 中国民主平台 南加州越南人社区组织 洛杉矶香港论坛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等 在内的亚裔团体聚集在一起 他们高举各自的旗帜 抗议中共对蒙古人、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台湾人和中国人的暴政 要求把自由还给所有受暴政压迫的族群 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主创导人士陈先生说 今天是10月1日 其实不是国庆而是国丧 我们所有追求民族自由的伙伴们 站在洛杉矶中领馆前一起发声 记录中共71年来灭绝人性的罪行 曾先生隶属中共从当年武装暴动 分离国家到现在的新冠病毒 给中国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恐达数亿 其间包括迫害西藏、新疆、内蒙等地的少数民族 朝鲜战争、土改、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大饥荒、文革、八九六四、镇压法轮功、计划生育、碾压香港、反送中等等 他指出王林的数字无法估算 网络平台不仅向国内输入信息 也把国内的信息输出到国际上 他增集到国内许多民众对现实的看法 并挑选了其中一部分带到这次十一全球联动活动上 10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国庆节期间 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和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公告 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董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是两块牌子一般人马 名义上是负责调查和清除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内的贪污腐败 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成为中共最高领袖掌控中国大陆以外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以超越法律的手段 调遣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法外执法 以肃贪的名义惩治其政治对手的做法早已成为常态 董红被调查的消息传出受到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们的格外注意 中国公开的资料显示 董红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老部下 并得到王的一路重用 在王岐山担任中纪委负责人 被习近平充分宪政以肃贪的名义惩治其对手期间 董红是王岐山手下的中央巡视组副部级的巡视专员 四处对其中共其他高级官员进行巡视审查 并且因此被一些观察家称为是王岐山的大管家 董红被调查的消息使一些观察家猜测 习近平与他的老朋友、老搭档、老盟友王岐山的斗争 以及中共最高层的内斗是否会全面呈现白热化 王岐山2017年卸任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纪委书记之后 又在2018年成为中国国家部主席 两个星期前中国房地产商任志强被习近平当局判刑18年 这一形势发展使许多观察家们猜测 习近平是在公开但又间接的向中国公众发出一个微貌的信号 那就是他习近平已经对王岐山不满 甚至已经跟王岐山分道扬镳 因为中国公众从中国媒体先前的报道中得知 任志强跟王岐山关系密切 现在王岐山一度的副手董红受到习近平当局薪多极少的调查 那节目前还不清楚中共当局所说董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具体指的是什么 但这一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观察家们有关习近平与王岐山关系出现裂痕 乃至王已经和其决裂的猜测 如果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数字贸易区 中国公司在美国网店里的数字商品将被磕碎 如果中国继续其数字贸易中的恶行将被完全禁止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刚发表的数字贸易报告的作者告诉记者 这份星期三发布的报告名为 将数字贸易武器化建立一个数字贸易区 以促进线上自由和网络安全 该报告的作者是外交关系协会网络政策资深研究员 卢伯特·科内基 科内基说如果美国不能提出一个可以跟中国专制模式竞争的 具有吸引力的方案并说服其盟友加入 那么中国将主导全球的互联网 一个侵犯隐私实行审查 支持国家监视的互联网世界将变得越来越普遍 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所有构成美国数字经济的企业 都被禁止在中国开反业务 没有脸书 没有谷歌 微软的运营也受到一系列地方云印协议的限制 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从美国进入中国的自由流动的数字贸易 科内基对记者说 虽然当今所有的贸易几乎都已经数字化 但是科内基指的数字贸易 专注于数字商品和数字服务的贸易 典型的就是亚马逊或者阿里巴巴 数字商品和服务 亚马逊云计算服务 数字音乐游戏等 科内基解释道 科内基说 现状是中国的技术 中国的公司在美国自由云印 而针对华为中心抖音和微信的制裁措施 仅仅是例外而不是规则 现状规则是中国公司在谷歌网店 在苹果的应用商店 阿里巴巴在美国卖其技术 中国电信可以在美国拥有网络 科内基表示 他建议的数字贸易区建立之后 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损失会很少 会减少 而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会付出代价 至少他们的商品会被磕碎 会对那些商品征收关税 他们不能跟数字贸易区内的竞争者竞价 如果中国继续其数字贸易中的恶行 他们将被完全禁止 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已经看到数字经济将成为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并升知美国占据数字贸易的领先地位 北京最近又开始高唱发展数字贸易 实现合作共赢 中国工信部部长肖雅庆 9月5日在2020年数字贸易高峰论坛上说 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为发展数字经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所谓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就是参与制定 符合中国专制治理的国际标准 无论美国做什么 许多国家都将被拉到互联网控制的中国模式一边 因为中国模式对专制政府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而倡导信息自由流动的互联网的努力 从来无法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得以推进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从根本上反对互联网应该是自由民主的观点 这份报告说 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有条部门的交棒 按照两年前的传承安排 10月1日不再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 自此交接全面完成 马云2019年9月10日辞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当天强调 咱们换个江湖剑 不过他仍然是阿里巴巴合伙人之一 他的影响力似乎有这么无解 他在各地的演讲被制作从视频到处流传 最近广为流传的是他日前就美国政府打压抖音海外版和微信 发表的一个视频演说 日期不详 但根据内容可断定是八九月间 马云举例说 有网民认为美国打压海外版的抖音和微信 这是因为美国开始害怕了 因为中国这些apps产品做的比美国做的更好 他引用了一个美国朋友的话 这位朋友感叹说 中国这么多年创新了这么多 而美国却只有一个马克思 马云表示 美国只有一个马克思 但是往往这种颠覆世界的创新和发明就只需要这样一个人 一个马克思 一个乔布斯 一个拉里 佩奇 一个牛顿 一个爱因斯坦 这样的一个人就能影响一个或多个时代 中国近代以来 几乎一个人都没有 回到创新 马云表示 其实中国的创新都只是应用在创新 真正底层的东西 我们并没有创新 马云说 底层的东西应该是指基础科学和基础科技 他举例说 这几年中国Apps创新很多 比如抖音 美团 饿了吗 拼多多 这都只是应用 这是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基础上的应用 不管是互联网和应用手机 最后还是需要运算能力 也就是芯片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都不是我们发明的 而芯片我们还落后20年 真正底层的运算和逻辑 底层的科学和科技 我们还远远落后于人 广告号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中文电台 专设五万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 五分钟步行生活社区 请访问seattlehouse.com 获致电2065358075 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您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小元 我是谢欢 今天是2020年10月1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栏目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政府在选举前发布的 最后一份就业统计报告显示 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持续下滑 但就业增长速度放缓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 星期五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 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 已经从8月份的8.4%下降到7.9% 但是新就业率只增长了66万1千人 于8月份的150万个新增就业和7月份的180万个新增就业相比 有了巨幅的下滑 美国PNC金融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 叶文斌对记者解读说 9月份的统计显示 上个月的劳动市场进一步复苏 但是复苏的速度正在放缓 美联社说 9月份的数字反映出了积极寻求就业的美国失业人数持续下滑 很多美国已经放弃了寻找工作 美国人 而失业人士如果不积极地寻找工作 政府就不将其利入失业范畴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他与夫人梅兰尼亚双双被检测感染了新冠病毒 特朗普星期五凌晨大约1时发出推文说 今晚我以梅兰尼亚检查的结果呈阳性 并立即开始隔离和康复程序 我们会一起渡过难关 在此后的半个小时之内 美国政政市场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迅速下滑近2% 总统保健医生海军中校康丽 在写给白宫发言人的一封信说 总统和第一夫人已经授权让他公布他们的检测结果 他说总统和第一夫人目前身体健康 在康复期间会留在白宫的家中 康丽仲晓说 他期待总统在康复期间会继续履行他的职责 并会通过报告未来情况的发展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说 美国将继续与巴尔干国家接触的政策 巴尔干国家被认为也是中国与俄罗斯一直争取的地区 他们试图在该地区获得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 参与该地区的事务 他赞扬了上个月白宫的调停 塞尔维亚与其分离的前省份科索沃之间 达成的一项经济协议 蓬佩奥国务卿表示 美国将继续以严肃认真的方式参与 正当美国疫情持续 民众渴望疫苗尽快到来之际 美国两家主要疫苗开发商表示 向市场推出疫苗的时间可能会推迟到今年年底至明年春季 目前美国是一个疫情大国 截至10月2号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 《动态国别疫情报告》显示 美国有716万确诊感染者 疫情造成20多万美国人死亡 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和总统秘书希克斯 先后被确诊感染病毒的消息 更加增加了美国社会对疫苗的需求 威瑞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阿尔伯特·布拉尔表示 他的公司将坚持科学态度进行疫苗试验 不会因为政治压力而缩短开发进程 星期四 布拉尔在其公司的网站上发表声明说 在这个党派斗争超激烈的年份 有些人想让我们的行动再迅速一些 有些人则要求推迟行动 这两种要求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布拉尔说 他希望辉瑞公司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 能够产生出100万剂疫苗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即使到10月2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732万9996人 新增52,644人 死亡20万8669人 新增878人 截止到9月30日晚上11点59分 黄深圳州新冠病毒 确诊病例为88,810人 新增694人 死亡2143人 新增11人 其中King County确诊人数为 22,749人 死亡767人 King County确诊人数是 11,000 471人 死亡263人 Pierce County确诊人数 4,351人 死亡55人 华州确诊人数 目前列全美第25位 卫生官员周五说 梅森县的一家疗养院 报告了一次 新冠病毒的疫情 疗养院的居民和工作人员中 有47例阳性病例 有两人死亡 根据梅森县公共卫生部的声明 在西尔顿的 Fulling健康与康复中心的 所有病例中 有48名是长期护理的居民 有19名是雇员 在机构没有具体说明 这两名死者是居民还是雇员 9月下旬报告了 在家有135个床位的疗养院 有关的第一例病例 Snowhamish卫生区周五宣布 他将在下周结束之前 继续在埃弗里特 进行新冠病毒直通式的测验 根据Snowhamish卫生局的新闻稿 开车直通测试 将在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 至下午4点 在3900Broadway测试站进行 健康区还将于10月6号 上午9点至下午4点 在林伍德食品银行 进行预约检查 如果您没有健康保险 将免费提供COVID-19测试 可以在 snowhd.org slash testing上注册 西亚图交通运输部 SDOT宣布周一生效 今年秋天路边停车将保持低价格 以帮助店面商家度过新冠病毒 也带来的衰退 在一天的防满时段 在FIRSTHILL唐人街国际区 丹尼三角区和Beltown地区的部分地区 停车费收费为每小时50美分 那些地区将涨到1美元 而其他地区将维持在每小时50美分 华盛顿大学周五 在11个兄弟会和姐妹会中 报告了117例确诊为COVID-19的病例 该大学表示 正在以国际兄弟会 理事会和泛兄弟会 华盛顿大学环境健康与安全 以及当地公共卫生官员合作 以控制疫情爆发 整个夏天 兄弟会社区爆发了154起阳性病例 涉及15所房屋 杂货店巨头星期五宣布 位于华盛顿州的Safeway和AbortSense 药房现在正在提供家用的 COVID-19的测试套件 通常可以在72小时 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得到结果 想要订购 Folse Fonus Diagnostic的 139.99美元的唾液测试 需要在线填写调查表 并请求测试 据报道 华盛顿州一家黑人拥有的咖啡店 遭到至少一名 去纵火犯的袭击 他们在应该开门营业的前一天 就向大楼投掷了 莫洛托夫鸡尾酒 涉嫌纵火犯在西七三凌晨3点30分左右 在西雅图北部以北约12英里的黑咖啡 西北地区的后地 向金县治安管理办公室警察局 投掷了数种莫洛托夫鸡尾酒 或类似的燃烧物 下面是天局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58度 摄氏14度 明天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65度 摄氏18度 最低气温华氏57度 摄氏14度 广告号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多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p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unc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crsradioatgmail.com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有媒体曝光了毕福建的镜照 当天已经是深夜毕福建 被拍现身东北剧场观看二人传的表演 举角不见的毕福建 看上去也胖了不少 即使是穿着宽松 也穿着宽松 也蓝眼大都蓝 已经61岁的毕福建 显得十分憔悴 脆仓了 近日刘诗诗走进 福建宁德龙潭村 参加新联新公益活动的一组图曝光 只见刘诗诗 称着白衬衣 加牛子裤 简单大方 微微一笑 阳光明媚 认真学习 做手工 测研优越 展现女神气质 港媒报大刘 刘软雄的长子 刘明伟 新的恋情 在刘明伟去年十月 与女主播 赵慧纳分手之后 就无缝对接 与三十岁的平民女子 简雪新相恋 目前Joyce 与刘明伟的感情非常稳定 女方四月前 已经搬进豪宅 与刘明伟过同居生活 十月二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 发推文 表示自己和第一夫人 新冠检验呈阳性 引发热议 随后 零更新评论 该新闻报道 写道 四十六年 属狗 今年七十三 平安是福吧 另一方面的消息 北京时间 十月一日 三点三十分 二零二零二零二一 比赛季西甲第四轮 一场焦点战 在巴莱多斯球场 展开争夺 巴萨罗纳 克场三举林 取胜塞尔塔 法帝进场 连场进球 朗格莱被罚下 梅西制造 奥拉萨自摆乌龙 罗伯托 锯上添花 北京时间 十月二日三十 欧联杯 资格赛 富加赛 继续进行 热刺主场 七比二 狂胜 海法 马卡比 凯恩上演 帽子戏法 并助攻 一球 洛萨尔索 三分钟 没开二度 小洛卡斯 和替补出场的 阿里破门 贝尔温 二次助攻 同样是在 欧盟杯 资格赛 辅加赛 埃斯米兰 客场 加十赛 二比二 平 普超 阿维和 点球战 九比八 晋级 赛 雷梅克斯 首开记录 热拉尔 德斯 半平 加十赛 热尔松 反超 比分 翘 汉 奥鲁 补实 点球 半平 点球大战 进行十二轮 唐纳 乌玛 设施点球 但拖出点球 之胜 北京时间 十月二日 十九时 欧联杯 小组赛 抽签 在瑞士 尼翁欧 足联部 总部举行 阿森纳 以热刺 避开 五大联赛 球队 第三档的 AC米兰 抽到 前欧冠 得主 凯尔特人 拔甲 第四名 里尔和 捷克联赛 继军 穆拉 格斯 巴达 卢卡 库 压过 巴内加 和 布鲁诺 费尔 南德斯 当选上季 欧联杯 最佳球员 生生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来经方面消息 美国东都时间 10月2日 决止到收盘 道指上涨35.2点 报27816.90点 涨幅0.13% 纳斯达克上涨159点 报11326.51点 涨幅1.42% 标普500指数上涨17.8点 报3380.80点 涨幅0.53% 以至收盘 贵金属市场方面 黄金期货价格上涨1.1% 报收于每盎司1916.3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期货价格下跌3.7% 报收于每桶38.72美元 国际乌伦特油价下跌3.2% 报收于每桶40.93美元 举止的发稿 亚洲股市方面 中国股市因国庆节假期而消失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 为每一美元兑换6.79亿 10亿元人民币 根据美国劳工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美国约有83.7万人提交了新的失业救济金申请 以此前一周的87.3万人相比有所下降 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公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的个人收入下降2.7% 创下了三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与此同时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个人存储率 从7月份的17.8% 暴跌到14.1% 当地时间本周四 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的数据显示 韩国9月出口额480亿美元 同比增长7.7% 高于预期2.8% 这也是7月以来首次正增长 且达到了2018年10月以来的最大增幅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是要谢欢和小元为您播报的 今天新闻采编是 陈香路与Sam前文章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那你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组 去下LiseRadio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 今日是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 Subscribe ChineseRadioSeattle 稍听或者关注我们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 是专家论坛栏目 欢迎您的收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 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 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